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很开心请到双信国际的林庆祥林经理 担任引发部的给您帮我们介绍这一次 刚上市最新红墨的GTS版本 那想问一下阿翔就是说 红墨GTS上市到现在 在前一版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 那在前一版跟这一版的演化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前一版的定义跟这一版的定义上 在市场上公司这边的想法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好各位车友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的来替大家介绍这台X3GTS的这台车子 那我们今天会准备的上一代的RTR版的车子 跟这一台GTS来做比较 让消费者能够更了解这台车子的差异性 那首先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 我们这台原本的X3GT 它在红诺的设定原本是一台属于入门的一台GT车种 所以它的车子大部分都会属于比较入门款的一些配备 就是让消费者可以马上的入手马上的可以玩 那因为我们因应了最近全世界就是GT的赛事越来越多 所以红诺特别开发这台X3GTS的车子 来作为竞赛级的比赛级用 那这台车它本身是属于KID的车子 就是由消费者自行的组装 然后让玩家能够在组装过程中更了解这台车 那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两台车做一个比较的方式 让各位更了解说它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幫我们讲解一下这两台车既然GTS 它也是一个全面高规格化的一辆车款 也是一个KID的版本 那在主要的结构上有哪一些是跟前一代有不同的地方 请阿诚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首先呢 这台车首先我来介绍底盘的部分 底盘的部分我们有做所谓的一些修改 那底盘的部分呢 我们这一次使用的是7075的铝合金的材质 跟之前的上一代比起来 材质上是用的非常强硬的一个材质 那在上面的地方呢 我们做所谓的一些偷轻的动作 让这些底盘可以减轻它的重量 那各位可以注意看 这个所谓的油箱孔的部分呢 我们有做往前移的动作 让我们的车子的重心可以再往前一点点 然后这两个部分就是在底盘上面呢 所预留下来的一个所谓的 让我们之后可以选配的一个配重块的一个位置 让消费者看一下在前面的部分跟后面的部分 配重块只能针对这台车还是前一代也可以 前一代的车子那个底盘 我们并没有做所谓的配重块的一个孔位 所以就是真的GTS它已经有预留两个地方的部分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有做所谓的25公克跟35公克的部分 前后都有吗 前后都有 前后都有25公克跟35公克 对对对对 有两种重量让消费者去做所谓的配重的动作 让消费者可以在车场上就是应应不同的赛场需要 看它是需要在后面的部分加重量 还是在前面的部分加重量 那它的锁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只要装上去 我们这个孔位都是很合的 底部再锁一个3x6的螺丝 它就可以固定它 那完全不影响到任何的组装 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改装品的一个东西 那在底盘的部分 刚才有看到好像 略有看到好像有一个雷雕的式样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 是的 那这次 红诺在底盘的部分呢 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X3GTS的一个很大的雷雕的部分 然后更来象征出这台车子本身的一个 它的一个名字 还是一个熟悉度 那识别度真的是蛮高的 也很漂亮 这次真的是做的还很OK啦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说其他部分 比如说我刚才留在瞄一下 好像悬吊部分也有一些很大的一个感觉 是的 那我车格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次的GTS呢 我们的油压架的部分呢 我们采用的是碳纤维的板材 那我们这次很特定的将避震器的这个油压架的宽度 整个把它延伸出来 各位消费者可以看一下 这是原本的 那在底下的下肢做的孔位的部分呢 我们有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延伸的部分 那这个避震器啊 它整个支撑力可以更好 因为我们的GT本身的车子达到3.5公斤 它的重量非常的重 那我们如果悬吊部分啊 没有再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外推外移的动作 我们车子在高速过弯的时候 避震器会有所谓的一个偏软的行为 车子本身的晃动会非常的大 那避震器改成这样之后呢 它整个过弯的支撑力都会非常的好 那你的过弯速度可以更加的更快 所以就是说它的整个支点外移之后 它的侧向对于过弯的GTS 其实承受力是更好的 更好 是非常的好 那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会更加的明显 原本的宽度的话只有这样子 新的已经达到这样子了 那因为我们后面的部分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要增加它后面的所谓的一个过弯的侧倾量 这样子的话你在高速过弯的时候 你的车子比较不会有所谓的一个转向过渡的一个问题 那顺便可以跟各位车友介绍一下在油腰架上面的这个车壳架 这个本身是因为我们原本的车壳架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们要因应各种不同的车壳 要让车壳的稳定度更加的好 所以我们装上了这个车壳架 然后因应各种不同的车壳 那本身呢它上面会有两个所谓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塑胶 这个就跟平保车原理是一样的 是的 增加车壳支撑度的对不对 是是是是 那这个我们可以做所谓的调整 因为每个玩家使用的车壳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调整 然后支撑住你的车壳 然后因应各种不同的车壳来做调整 这样子让你的车壳就会有一个点 两个点三个点的地方来支撑这个车壳 这样车壳它整个对风压的支撑力其实是变得好 是会变得非常的好 对 那油腰架的部分呢就大致上 就是像刚刚讲的 就是它会有支撑性的问题 然后车壳架就是要让我们的车壳更加的稳定 不好意思阿翔有插口 我印象中GT 前版的GT 它的那个后悬吊长度好像跟前面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是的 在这一代的避震悬吊是不是也做了一些 怎样的一个改变 这个可以帮我们补充 OK 原本我们的上一代的GT 我们的避震筒声 会使用前短后长的一个方式来比例 那我们新的GT S因为要 让这个避震器 好像有一点像平跑车的一个系统来做 我们四支避震器都使用短的避震器 然后在后油腰架的部分整个把它延伸出来 所以整个避震的变化量其实前后是比较一致的 是比较一致 那这样子跑起来会比较稳定还是说比较利呢 其实四个一样的话呢 第一我们在调整上会比较好调整 也不会有一个所谓一个短一个长的问题 你要去调它的弹环的量 那四个一样的话我们在Dunstop做完了以后 来调整这个避震器 你在调整这个避震器的形成量的时候会比较好调整 那在那个避震油的部分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之前是前短后长 那现在是两个都一样长的时候 避震油的这个浓度会不会跟之前比较长 比如说之前这一台它避震油在灌的比例会是多少 一般的话 我们以这样子来讲好了 我们的上一代啊我们的避震器的活塞孔 用1.3乘6孔 800番的避震油 如果用在这台GTS上面的话呢 这一台车会变得避震器非常的硬 因为它的支撑力已经变好了 变好了 所以你在专原本的避震器的设定 你会觉得这台车的避震器会非常的硬 所以呢 在GTS上面的话 我们原产说明书会教各位的车友使用1.4乘6孔 一样是800番的油 这样子 孔数不一样 孔数不一样 让它的油的流量会更大 这样子用在GTS上面是刚刚好 那目前前后的那个细油也都是一样的吗 都是一样 都800番的油 对 那我们本身在最好的设定上面 上面附的油 我们在GTS里面所附的油 就是我们测试起来觉得是一个比较中性 比较一个合乎消费者在驾驶上很好很容易入手的一个设定的油 OK 好 那我们刚才也讨论到整个悬吊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相信在新的这一代 针对传动的效率 因为传动效率其实对硬力是很重要 那在GTS上面我们是有做了哪一些改善或者改善的工程 是的 我们在上一代啊 我们的X3GT我们采用的两段变速 我们是齿轮的部分我们是采用M1的一种齿速 那M1的齿速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齿型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把它做了一个突破 我们使用M0.8的齿轮 M0.8的齿轮本身它的优点就是 车子在加速上面它会更顺畅 它会更顺畅 它会更顺畅 那是俗称的密尺的一个结构 是是是 它是密尺的结构 那装上密尺的结构之后呢 我们在车场上面跑的时候 你在过弯的时候你的车子都会呈现比较顺畅的一个车型 所以是加油的这个线性是更整密的 更绵密的 那这个就是M0.8齿轮的一个优点 但是它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我就是一定要跟各位的车友就是强调 就是只用M0.8的齿轮在调整上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两个齿轮在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把间隙调到非常非常的小 不能像用M1齿一样就是让它的间隙很大 因为本身M0.8的齿轮它本身的齿轮就比较细 如果你把间隙调大的话 它会很容易造成扫尺 哦 这就是说它的接触面积过小 力道过大 对 扫尺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消费者在组装上面的时候 二段齿轮在搭配的时候一定要把间隙抓到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让它没有间隙也没关系 只要车子这样子转起来的时候它是顺的 齿轮是顺的 这样子是最好的状况之下 因为你如果下去车子run in 个两圈之后呢 塑胶尺稍微做一点磨合之后 这个时候的齿轮的一个效率是最好的 反正匹配性是最好的 对 对 匹配性是最好的 如果说像原本的GT来讲 以前我们的做法好像就是那个A4的那个纸张 塞进去 那既旧的是可以这样做 可是新的不能这样用 新的不行 新的不行 因为它的齿轮非常的细 所以必须要让它们touch面变大 接触面变大 这样子行驶上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这样另外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现在齿轮有做了改变 这个密子跟原本比较松的就是连贯子的差别 那齿轮的那个应该怎么样 它的转速 词笔 所以问在这两台 以前的标准是怎么配 那新的这台又怎么配 我们在旧的X3GT上面呢 我们的塑胶尺的搭配是用44T跟48T 44T 44T 那在网工尺的部分是配上1620 这个是原产的搭配的一个词笔 那我们在X3GTS上面的话我们的搭配是塑胶尺是57T跟61T 那网工尺的话是19跟24T 19跟24T 那整个比例起来的话 原本GT跟GTS哪一个转速是偏高的 诶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说 我们原本的搭配的话会是属于比较 比较高速的一个扭力 高速就是高速率是比较高的 诶 比较高 诶 这GTS旧的这一台是 原本这一台是属于高速型 诶 对 比较高速型 那因为我们当初在搭配这个词笔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因应我们车上附的是 所谓的28级的引擎 哦 它扭力本身大 诶 对 所以我们在 所以说我们在网工上面会配的比较重 比较重 好 因为它本身是搭配28级的引擎 然后让你低速够力高速要拖上去 诶 原厂已经考虑到我动力跟车辆它的词笔的搭配 是 那GTS这一个可想的 因为它是比赛车 对 我们就是因应一般的GT 21级的GT引擎 所以我们在词笔上会配的比较轻 诶 在词笔上会配的比较轻 等于是引擎转速会高一些 对 难怪 对 这个在原厂都已经有考虑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中传品的部分 因为市场的一个需求跟定位形式不一样 是 那传动的部分 除了中X的这一个2段式的改变 传动轴这些结构跟原本有没有什么变 对吗还是 好 这一次我们在X3GTS上面呢 我们把传动轴的部分呢 上一代的X3GT 我们前面两支传动轴是使用所谓的CVA的传动 那其他的像后传动轴啊 中央传动轴是用一般的枸骨 枸骨结构 那我们在X3GTS上面的话 我们车站的6根传动轴 全部使用轻量化的CVA的传动轴 等于是不是我们俗称的万象 是的 那这个成本很粗耶 是 因为我们这台出来就是针对比赛用的 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改装品 大部分就会直接上在这台车上面 那这样示范下期光这些改装品的成本 已经不止 远超过原本 GT跟这一代总的价差了 如果是以要去比赛级的来讲 那当然GTS是非常划算的一台车 那因为我们本身上一代的X3GT 它虽然改装品没有这么多 但是它这台车它有附一些轮胎 然后车壳 那在GTS上面 这些是要让消费者做一个所谓的一个选配的动作 额外选配的动作 所以就是两个区别是不同的 那个消费群的一台车 我们要来聊一聊整台车的改装件部分 相信这个也是GTS一个很大的卖点 看到那些切削啦 这些改装 这些改装品 我想消费者已经嘴巴会笑了 那这部分我们请阿翔 帮我们稍微一一介绍一下改装的部分 好 OK 那相信很多的玩家在这两台车 光这样子比较下来 应该有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改装品的部分 那我们从前面开始来讲 那我们这一次所谓的搭配的一个西座 我们搭配的是CNC铝合金的6度的西行座 那这个6度也刚好是宏諾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角度的一个产品 我们直接就附在这台车上面 对 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测试里面呢 我们原本的西座有0度、10度、12度三种 那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 0度可能会偏过力的一台车 车性 那10度、12度可能又会觉得车子很稳 但是又缺乏了一点攻击性 所以我们开发出这个6度 刚刚好就介于这两者、两者的中间 然后作为副车的车上 那消费者直接下场就是可以直接 那宏諾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转向西座6度 它在底盘这个阳角有沒有 前面阳角 以宏諾来讲是做的 5度 底盘是5度 11度 5度我记得没说是一辅马的推翻 是的 它就是基本5度 对 那是一辅马的国际比赛的要求 就是要5度 所以这台车简单讲也是真正一辅马都是在开发 是的 没有错 那我们上一代的话 它的西座是不塑胶的 那这个我们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再往后面来延伸的话 那我们这一代 就是X3GTS的话 我们在中央的补强杆部分 就是直接附上鋁合金的 那跟上一代是塑胶的 那这个地方是要增加车子底盘本身的刚性 让刚性更好 那再往中间来看的话 上一代的刹车夹片 它是附上探线的刹车夹片 那它只有前面的部分 它后面并没有刹车夹片 就是单一夹片 对 它只有一个单一夹片 那在新的GTS上面 我们附的是前加后 都有刹车来令片 刹车片 那刹车来令片的话 在X3GTS上面 我们附的是 升车材质的刹车片 哇 这两组也是重的 是 这两组就是直接附在车上给消费者的 因为 因应我们GTS的比赛 一般是要装到两个刹车片 你的刹车性才会好 一片可能在比赛上已经是不太够了 它长时间热摔起的问题 对 没有错 那刹车片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附上两片的 那消费者也不用再另外 花 改装片 跌片应该都改掉了 对 是铁的就对了 对 CNC的 CNC的 刹车跌片也是CNC的 那我们再往后看的话 在后轮座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后轮座也是附所谓的鋁合金的 哇 这四件加起来就已经超值了 好 那我们原本的X3GT附的是塑胶的 那在我们往旁边看 这个六角头 在X3GTS上面的这个六角头 是做所谓一个延长1.9mm的六角头 有加关 有加关 那原本的是没有加关的 那为什么要附这个加关 因为我们在车性上面呢 后面会让它更稳 更稳 可以让你在油门上面的时候 可以更大力的下去 等于出关的时候 我们去加油这个动作 屁股是比较稳定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在X3GTS上面 已经都直接附上去了 所以这台车基本上就是 针对一台比赛使用的一台车 已经都是完全规划好的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 再特别去强调要改的改装品 大概就都在车上面 看了这么多的一个介绍 然后也知道它有这么多改装件 那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大补品 请阿翔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OK 如果说车友们觉得说 这台车改装品都已经上去了 好像没有另外的改装品 那原产这边 其实还有几样东西是没有上去的 那为什么没有上去呢 因为原产觉得这几样是 跟性能上 是比较没有censor上关系的 这纯粹就是 让车子更漂亮 是的 那第一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的这块是三角板 哇 这个已经还有洗边很精致 是 这个三角板跟我们以前的 X3的越野车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这个是整个做黑色的阳极处理 然后完了再去做所谓的一个 倒边的一个 好像前后鞋支撑有做这样 是 所以这个到时候装上去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协调 就是整台车 我看这个也是必改盛品 这个 这个 这个视觉上又不一样 对 消费者的反应都非常的好 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中插板的部分 中插板的部分呢 我们原本是塑胶的 那原厂这边啊 有做所谓的一个 碳纖板 这个厚度是左膜 这一片 这块的话我们是做到4.5mm 做到4.5mm 那我们这个是要所谓的一个组合的部分 下面会有一个滑块 然后我们把它锁在两边 这个是要挡那个中插的那个固定 赔铃 这个要挡赔铃的部分 也是铝合金切削的是吗 这个也是CNC下去切削的 真的这一台机器很重本 然后这个是碳纖板 4.5mm的碳纖板 然后到时候直接把这个拔掉 然后直接把它锁下去 然后就是增加车子的质感 那原厂这边还有最后一样 铝合金的转向座 那铝合金的转向座呢 我们这次做所谓的两节式的一个配置 一个CNC的切削 还有一个碳纖板的一个转向摇臂的部分 然后我们组合上去之后呢 上面会有螺丝 锁上去 然后就是要替换掉原本的塑胶的转向座 那钻合金之后呢 在培... 培拎孔的部分呢 会更加的准确 比较不会有摇换的动作 在你驾驶上会更加的精准 这个就是铝合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在这个铝合金一样 我们在这里也是做黑色阳极 然后会做一个倒边 所以我们GTS主要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在黑...整台车虽然呈现黑色的部分 但我们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们会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倒边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为了要凸显出这台车的一个... 美感 提到美感我们有发现 这支红墨在包装上好像也下了一点功夫喔 是的 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下 好像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 颜色各方面都已经有点改变了 所以这次我们在这个彩合的部分呢 我们所使用的色系是黑色搭配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 然后把车子本身用的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感觉呈现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让消费者会更想去了解到这台车 那这个搭配是我们红络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个搭配的色调 让这个HIT的车子呈现它有一个更高级的一个感觉感受 我看起来是满热血的 是 是 整个色调已经让你觉得热情分放 是的 那阿翔我想请教一下齁 在GDS这么多的改装性之下 对你整台车的车架的重量会有没有什么影响 就你自己的装备来讲齁 全车配起来的重量大概 我自己的车子的话 加车壳加轮胎的重量大概在3500克左右 那 想象中轻蛮多的 对 那原本的这一台的话 或许是因为它是一些比较RTR的配备 它的重量会达到大概3500克左右 所以大概会比原本这一台要再轻一点 对 虽然说它有很多的鋁合金 但是我们的鋁合金都会尽量做到减轻重量 是的 是的 所以重量上会比上一代的还要来得轻 OK 好 那我们本来今天是有打算要在户外测试的 可是不好意思 就是天气比较不好 所以呢 我们应该会再安排个时间 做一个户外测试 那 这边的话我们也非常感谢阿翔帮我们介绍 这个GDS介绍这么详细 那我们下一集呢 我们会尽快安排 我们到户外来做一个拍摄 那阿翔有没有什么话 对于所有这个鸿诺的本质再讲一下 对 就是鸿诺其实在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这台GD也上市很久了 终于有一台新的GD可以上市 让一些喜爱鸿诺产品的玩家更加的了解鸿诺在市场上 它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那这台GDS希望说我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时候 可以让各个玩家可以更了解这台车子的不同的地方 那你对这台车更加的了解更加的喜欢它 OK 那我相信阿翔也常常在比赛 所以在厂上我有一些技术资源 我相信阿翔也都很乐意帮大家来做一个推广跟介绍 没有问题 只要在台湾的台湾的赛车场上有遇到我 如果有车子上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我一定会帮你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题外话就是说 我们看到鸿诺很成功的把这台GD升级GDS打造的一个形象 跟它工序能各方面 其实在我对鸿诺认识这么久的台湾 我觉得这台是真的很用心 不管它用料或者它的结果上 它做很大的突破 那我们也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在越野车上面 是不是公司这边 有没有对明年入了车款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是的 我可以小小透露一下 大家可能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在明年初的话 鸿诺在八分之一的offload的部分 电动越野车我们会出一台更进阶版的一台 高级版的电动越野车 那这个到时候首发的这个报导 也要留给我们HRC在一起 那当然没问题 所以鸿诺的现在是一直有一个 进阶性的一些新的产品在开发出来 会让消费者跟前几年的感受会不一样的 会耳目一心 是的 OK好 那我们最后也谢谢阿翔 帮我们介绍这么多精辟的一个介绍 那也预祝鸿诺在未来车辆的发展 跟整个市场的开发上 开拓上都能够成功 谢谢阿翔 好谢谢 谢谢各位